現在我們就在量販店的美食區 可以看到桌子上都是架設了防疫隔板 來保持安全距離 不過指揮中心的最新規定是說 賣場的美食區也要實施實聯制 也讓業者憂心難以實施 我覺得很好 因為對我們有一種保險很棒 我覺得登記是OK的 因為以後可以查得到 賣場實聯制規定民眾認為 雖然有些麻煩 但為了防疫大多願意配合 但要怎麼實施以家樂福來說 美食街區由紙本表格填寫 主題餐廳則是電子掃描 初步規劃12號中午開始實施 它可能在購物上面 它會有的 好比等候的時間會變得更長 它填寫的時間會有可能更長 但是因為現在目前 我們會樓線的勸導消費者 因為現在疫情已經進入到一定的階段 嚴格落實美食區實名制 各項防疫也加嚴 我們測體溫都會在這裡有顯示 不過現在還多了一個新功能 如果說像我現在 用測試的把口罩拿下來 它就會顯示說五口罩 要求你立刻廣播要戴口罩 不只測溫還測口罩 身鮮和烘焙區則是在外層 多加包裝避免直接接觸 櫃台書送袋 每結帳一次就會噴酒精 每四小時也會在櫃門手把等處清潔一次 而其他大賣場防疫也緊急應變 美食大賣場好事多 過去消費者喜愛的美食區 桌椅通通撤除 陸內也開始實施總量管制 進場人數降低兩成 而全年販售的現烤麵包 上架前就先包裝 微波爐不開放使用 而美食區座椅也撤除 愛買提高消毒頻率 所有量販店也都全面暫停試吃 各大賣場防疫洞起來 上井發條 杜絕 病毒擴散 TVN新聞 張超好張惠仙 台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哦 一個